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拿到了第一 我们的东队拿到了第一 下一个目标是 还是要第一 所以你说你在全运会上 优势的原因是体操项目 如果下次有机会报名 你最想挑战什么 因为之前想挑战的是代操 然后这次很遗憾没有能挑战上 所以下次还是想继续挑战代操 发舞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发舞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 好像也不是很难 最难的是 律动吧 就是有可能像我以前学芭蕾的 然后有一些HIPHOP的那种下沉的那种 我就不太出来 我就感觉自己做得很奇怪 下面请观看徐佳琪杀人现场 下面请观看徐佳琪杀人现场 你最想让大家记住哪方面的实力呢 最想让大家记住哪方面的实力呢 最想记住哪方面的实力 那就是真身的眉毛 我在说什么看着 那就是是什么呢 哪方面实力 那就是努力 如果要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 你想提升哪个能力呢 什么弹 乐器 乐器其实我也不太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笨 我小的时候学过阳琴 学过钢琴 可是都是不太 我觉得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还是 还是可能是没有这个天赋 那你个人喜欢你 非常长发还是长发的 我个人 其实我内心是喜欢长发的 但是呢我觉得 都喜欢了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舞台 或者不同的造型 可以尝试各式各样的 我也现在有一个古装剧 如意芳菲 然后就是长发 大家可以都在期待 如果要你自己贴上几个 对突出的标签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 突出的标签 可能是 私底下跟舞台上反差比较大吧 还有开口贵 这个开口贵不是说唱歌好听 是看到我的脸 如果我不笑的话 然后我一开口说话 他们会觉得 这个声音跟那个脸感觉不太负 那你个人是喜欢在舞台上唱跳呢 还是脸色做的 才能够用呢 那舞台上的肯定是唱跳了 对 脸势跟综艺 那还是在屏幕前吧 那作为偶像心压力都很大了 那你有没有偶像 有偷偷的烦恼 偷偷的烦恼啊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 但是我发现了就是 是因为大家可能用的洗发水不太适合自己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头发越洗越贴 实际上我的头发是很多的 我从小到大到无数次去打包它 然后如果大家挑选了自己适合的洗发水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贴了 这个秃头其实是假秃头 相信自己 但之前在戴萌的生日公演上 也算唱了一段的仪式感的祝福 为什么决定用这么有创意的一个形式呢 也没有特意说决定了 就是我在吃的时候 今天是戴萌生日记 那也随便录一个吧 就很随意的啦 很完美 哎呀 不夸老姐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现在就差灯光了 给它暗长 灯光已经打在我身上了 是很棒 今天呢是戴萌的圣诞公演 很遗憾呢 我不能来参加 但是我也在这里 给你准备了很多有仪式感的东西 第一个 给你准备了一束花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面 可以越来越花 第二个 我还特地给你点了杯咖啡 虽然被我喝的差不多了 但我也希望你可以 元気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加油 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给你准备了一首歌 给你准备了一首歌 雪爱奇的唱功已经进化到宇宙至今了 好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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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旁边 在配合逃到门面单当的时候 你们大部分谁都选择 自选 那作为自选的门面单当 你可以在你的镜头来你的方便吗 好 笑点一下你的美貌 好的吧 什么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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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 让你们伴随 等一下 你 有本事打趣的时候 在分子里面栏梦放了uka 你打哈欠达了两集 你拔哈欠达了你的表情包 对你有什么享受呢 我觉得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如果我没有睡足觉的话 我一天就可能減少了我的活力 我的那个那个电力值 就会不断地减少 然后我就会不在线 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喜欢捕捉到 这样子不在线的我的状态 因为粉丝以前经常吐槽我 就是镜头一来 我就我就会保持一夜 但其实我自然的样子的话 就是更多被捕捉下来 我觉得就是最真实最可爱 还有啊 Solo 比赛 厅 比赛 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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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在第一身位 Baby 讀我的作谢 也许在跟随 随着的范围 舞蹈的纯粹 Let me end the days Oh why Oh why 结束了 危机舞蹈 既然是要舞蹈的话 待会是不是要认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不知道要跳什么呢 好 现在好了吗 好吧 要拿这个吗 没事那我就小动作